今次季前賽到第十二集 姜濤真的演活了一個失望的情緒 今次真的演繹得很好 無論別人怎樣去評價這部劇 或者就算自己季前賽的導演 都說沒預計那麼多人看 當然我覺得不當的導演 但是今集你看姜濤的演繹方式 她對於被親生母親拋棄那種情緒 即是下一集應該再踏入一個高潮 而退隊 其實你要演活一種由劇一開始 她以為媽媽會帶她去澳洲讀書 或者有一個新開始 到第十二集尾的失望情緒 即是知道原來媽媽只是帶她的弟弟 就不帶她的 即是這個失望情緒 姜濤是處理得非常好 我自己覺得她是演活了一個失望的情緒 那種感覺 她讓觀眾知道原來一個人 怎樣有一個很高的希望 很高的期望 一跌跌到谷底的情緒 對嗎 這一集其實整個過程都很靜 我描述為這一集是很靜地進行 但其實裏面的情緒是正在爆發的 那所以呢 但是她很考慮的地方 應該去到明晚我集十三集 就會情感爆發了 因為今集每個人都退隊 每個人開始跌入低谷反彈 準備反彈的過程 所以今集每個人都覺得好 即是面對人生很多挫折 每個人都不想再打球 即是當你面對人生挫折 你對於自己有興趣的事 可能真的會不做 即是可能都會暫時放下 因為你沒有這麼的情緒去做 即是沒有這樣的 Energy 這樣的力量去處理 所以今集姜濤真的已經得好 即是我自己都深深感動 還有我一直看第十二集 一直被姜濤那種情緒 牽動了 即是有高有低 我一直看著她的角色 怎樣由很多希望 跌落突然間谷底失望等等 其實完全是隨著她的感情變化 而令到我自己都感受到很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姜濤的演繹方式 以及姜濤那種演戲的進步 是真的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你喜歡偶像 你一定要給空間 給一個包容 去看一看究竟她在演什麼 是吧 她不是周元發是不是梁朝偉 是吧 你都不會期望 即是你不會期望她一賣機 就好像梁朝偉 入到戲 是吧 即是如果我將她們比為這些逆帝 那就真的不合當了 反而我們應該按回 姜濤出道四年多 是吧 遇到洪館意外 遇到不同的波蘭挫折 大家依然暗立不到 依然繼續去娛樂大家 做音樂啊 做演戲啊 去不斷努力 這些就是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們自己在櫃前上 我們一定要自己調整一下 究竟我們想看到什麼 我們是去看演技啊 我們去看NBA啊 我們還是去看演員自己的偶像的重度呢 是吧 這個自己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們支持姜濤 是要一個合理的期望去支持 就不要每次去到搶到這麼盡 又說這件事不行 又那件事不行 是吧 我沒有期望大家這麼多看啊 這樣也說得出的 所以就這樣了 第十二集我就短評到這裡 去到明天第十三集 爆發期 再跟大家分享